欢迎欢迎起来Focus全球新闻 头条我们要看的是北半球高温 而且是商旅观光很多人的选择美国 美国这个夏天极端气候肆虐既有严重的洪患 也有非常干燥的旱灾 美国的西南方持续高温笼罩 凤凰尘已经连续20天热破设施43度 而且对于经济和健康都已经持续产生了巨大冲击 全美的热浪警报比去年大增了50% 范围更广 时间更长 而且高温向北部移动 美国中部是暴雨沉灾 报道当中看到肯塔基州 还有东部的北卡罗莱纳州 还遭到龙卷风的侵袭 各种各样的天灾 有的时候是同时上演 天空突然风云变色 刮起龙卷风 下一秒就将屋顶吹仙 树木折断 沿路造成严重破坏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周三遭到龙卷风清晰 辖着每小时最高150英里的风速 一路横扫32公里 前方持续一个小时才消散 辉瑞在当地的厂房承受重击 部分屋顶崩塌 造成五万盘药品毁损 另外龙卷风也导致 95号洲际公路交通一度停摆 至少四人受伤 而在坑塔基州则降下暴雨 大水不断涌进民宅 还把街道淹成湖泊 在西南方和田纳西州交界的格雷夫斯郡 降下超过270毫米雨量 打破当地记录 而在西部截至周三早上 则有约9万户停电 前面我认识了一个状态 由于几乎的风险影響 全美饱受极端气候肆虐 同一时间西南方的高温 丝毫没有停歇的迹象 亚历桑那州的凤凰城 周三高温达涉事48.3度 已经连续20天热破 得州的爱尔帕索则是连续30天将近38度 同样的体感温度佛州持续了40天 热道让迈阿密戴德志拟定 一旦气温超过32度 就必须为户外工作者提供遮阴和饮用水 为了对抗炎炎夏日 德州休斯顿的健身房除了开放水中锻炼 还提供能让毛细孔瞬间打开的冰块浴 根据全球公共安全专家 全美今年的热浪警报已较去年增加了50% 而且不仅天数变长 范围也更广 专家警告随着热浪不断加剧 势必对经济和健康产生巨大冲击 光是全美今夏家庭的电费支出 就预计上涨将近12% 而对于无法开冷气的低收入户 更是存在致命危险 不止北美 意大利 法国 中国和日本 也都在本周刷新高温记录 在西班牙南部城市哈恩 热到街道上几乎空无一人 即使到了晚上7点 也依旧高温达40度 北半球夏季才刚开始 声音现象还在持续 科学家警告这一波波热浪 还只是开端 TVB新闻总和报道 下工者第4条